你别说啊,我觉得老DK在诱骗少女上钩这个领域啊,他还是有所擅长的呀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来自香港的富豪三本鱼,拿到一手AK,起都喷,被老DK用一手脏牌推了回来 三本反手,再次做了400 面对这个2400刀的加注啊,DK竟然call了 拿着26硬钢AK啊,这种事儿除了DK,谁还干得出来啊 我去,我去,我还是小瞧了这张牌桌啊 DQ拿着一手80,竟然都call下来 翻牌圈五六两张红桃 来吧三本,开上一枪啊,结束这两个人罪恶的一生 但是我觉得三本这一枪可能打不出来啊 四拜被两个人跟下来,你知道谁手里是AA,谁手里是KK 而三本呢,还是打出了这一枪啊 说实话,这四千刀,他自己打的心里也没底 他知道啊,想躲开一张圈,怕是都很难 而拿着脏牌入持的DK,手捏着一对六 跟住当然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不盖牌的话,那DK就只有加住这么一条路可以走 可是三本已经套持了 这手牌,DK如果真的打的话 这说不定还能赢啊 不对,应该说 基本来叫稳赢,只要躲开AK就行 这个局面啊,真的很诡异啊 DK只要下注,DK肯定是跟不动的 但是DK现在没法确定啊,DK他手里有没有圈 要是没有DK在,我觉得DK会毫不犹豫的推出来 面对一个四败,面对两个对手 DK拿着二六这种牌,竟然还敢推欧 真有你的啊,DK,别的不说啊 就胆量这一块啊,DK真的是谁也不说啊 三门已经套持了,盖是盖不掉了,直接跟了下来 一张方块可以提升AK的牌力 一张S一张K可以让三门反超 DK竟然还是领先的 哎呦,转牌 那完了呀,直接宣告结束啊 三门已经听周恩戴了 这张S来的太晚了一点 不得不说,这一手牌DK打的真的是绝了 来看这一手牌啊 翻前没人加注吗 Nate Hill拿到了一手,二七都没有加注啊 小猫卫DQ跟住,大猫卫Cycle 还有抓位的DK,A2也没有加注啊 直接敲了桌子,底池三百四十刀 小底池啊,好多人啊 弗洛巴尔三四大顺子面 行吧,不说了,就看谁打吧 DK下注,DK是一手卡五的底顺听牌啊 但是一张五在这个牌面,可不是什么好牌 DK打出200,Nate Hill这手二七很有机会 转牌可以追黑桃 包括这个牌面 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牌型啊 Nate Hill机会很大 Cycle双头顺的听牌,选择了跟住 转牌一张黑桃八,Nate Hill牌力大幅度提升 可以进攻了Nate 而DK呢,一对二还是打出了第二枪 第二枪的下注尺度跟第一枪啊 一毛一样 Nate Hill直接反加到了八百 老DK啊 一对二勇敢的跟了下来 合牌还是一张三 你还别说,DK是领先的 但是 这时候很有意思啊 DK竟然还敢打 他还在 这是个价值下注吗 我不认为这是个价值下注啊 谁能觉得在这种牌面 拿着一对二的会领先啊 但你要说是个投机 可是又有点小 毕竟对手转牌是打了八百 Nate在尝试拿信息 问DK是不是只有一首五嗨啊 在这儿偷鸡呢 而DK这个时候却很诚实啊 他说自己并没有一首五嗨 实际上你细想一下啊 如果真的是有一张五的牌手啊 被问到这句话 牌手会怎么回答 要么不回答 要么回答也不会跟五有任何的关系啊 最终Nate还是相信了DK有一手好牌 甚至他觉得DK是在说谎 他或许觉得DK应该手里啊 是一手A5啊 可惜了 这手牌如果Nate啊 合牌勇敢的打上一枪啊 是一定能够拿下底持的 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没人加注 装位的DK六七不同色也没有加注啊 小大萌全部过牌 抓位的DJF二三不同色 DJF最近这几周感觉很消沉啊 打牌入持率也不算太高 Flop485两张红桃 DK在后卫啊 是直接卡到了天顺 不过很可惜 老DK并没有等到 翻后任何人的下注 DK自己打上一枪啊 300刀的破 DK直接打出一千 其实也可以啊 DK应该就是想在翻前收持 他在担心自己对手太多 那么让别人便宜看牌吧 转牌要是再掉红桃啊 自己不好处理 而最后Simon老板 却还在墨迹啊 一手90是不可能跟住的 发一张三啊 你就死了 DK在告诉对手啊 自己是一手A2啊 A2也比Simon大 Simon到底在墨迹什么 这个牌Simon要是赶往回推 那我真就服了 墨迹什么呢 到底 合着他不知道到自己了 知道到自己了早就盖牌了 好继续来往下看 Simon拿到了一手AK 200刀并不是很大 200刀在这张牌桌上啊 感觉等同于没打 DGF47不同色啊 都跟了下来 美女阿亚卡在抓位拿着A6跟住 DQ35跟住 还有 老DK的一张钩啊 翻盘面拿到Trip 这DK今晚这中牌率啊 真的绝了 这回DK没有打 等到转牌啊 他在等着鱼儿上钩 好 Simon老板应该要打了 Simon还不打 DK终于是等不了了 直接再次干出了一个满吃 哇 这手牌Simon真稳啊 卡圈的顶顺听牌 竟然都不开上一枪 阿亚卡一对六 阿亚卡说出来自己有一对六 哎 这牌局还没结束 既然说出了自己的牌 那就只能盖牌了 DK只亮出了一张圈 搞得CR非常的感兴趣啊 问DK另一张牌是什么 DK说你给我十块钱啊 我就让你看 相信我啊 你就算出一百 我觉得也有人会花这个钱啊 非得看你的牌不可 再来看这一手牌 天哪 这是几个call呀 一个两个三四五 六个call 阿亚卡拿到了一手 AK啊 直接做了几压 九百刀 老DK又来了 今晚 天哪 真的是DK之夜呀 DK又中牌了 一对六虽然不大 但是一对六对于DK来讲啊 那就够大了 即便阿亚卡推出in 我觉得DK也会接的 阿亚卡在翻后并没有再打 而且他要求DK啊 求求你了 你就过牌吧 DK说 不不不 我中牌了 我不可能过牌 我过牌 我干嘛要入池呢 哼 DK确实打出了一枪 不过这一枪并不中 只有九百 还有这种好事啊 DK跟阿亚卡说 你可以先看了我的牌啊 再决定跟不跟 这怎么可能啊 DK说 反正到了合牌之前啊 你就可以看我的牌了 合牌 你就退后印了 然后看你的牌 就要花钱 跟没说一样 DK在传的阿亚卡无印 他很清楚啊 阿亚卡没牌 阿亚卡如果有牌啊 也不会这么磨叽 可是阿亚卡还是推了 DK一个秒扣 你别说啊 我觉得老DK啊 在诱骗少女上钩 这个领域啊 他还是有所擅长的呀 转牌一张十 这对阿亚卡来讲 四张好牌 奥斯呢 变多了四张 勾SK 都可以让阿亚卡反超 而老DK呢 还在骗美女啊 跟美女说 我也是一手AK 最终合牌一张五 DK又赢了 天哪 今天晚上真的是DK之夜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